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至少15分钟以上 确认自己身体没有问题 才可以回家休息 回家后 记得持续注意身体状况 多休息 多喝水 如果身体有不舒服 就像一直发烧 超过48小时 还有呼吸困难 有晕眩 肩脏跳得很快 还有全身红疹等等 一定要请家人带你去看医生 我是陈淑芳 请跟我一起卷起袖子 接种疫苗 提升保护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四天已经过去了 那刚刚美国欧洲在去的时候 我们都没得到 因为昨天欧洲跟美国又跌了 所以今天台股一定开低 那开低有时候是心理层面的关系 因为有时候我们在看事情 就是要客观一点 那其实盘中开盘的时候 大盘开盘的时候 其实开蛮低的 一开盘就破年线嘛 对不对 破月线嘛 年线跟月线都破了 结果尾盘就慢慢丢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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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许你认为说老师他这个盘很弱 其实差不多差不多啦 你要了解我在讲的意思 其实就差不多差不多啦 你要抢到哪里去 台湾有特别好的什么特殊利基吗 也没有啊 对不对 台湾有特别好的不一样的产品 或是什么行销全世界嘛 好像也没有 大部分都是代工 所以他也是会受到国际的情势做的影响 对不对 而且俄罗斯跟乌克兰还在打仗耶 对不对 还没打完啊 你看这几天清明节 我跟你讲 就光这几天 从愚人节这几天过来 我来打开新闻 一下看说 你看那个乌克兰总统哲伦斯基又出来讲话 说什么 我们明天就要加入北约 我们怎么样怎么样 然后又指控什么普丁是什么战犯 之前是说他是战争罪 现在又说他是种族灭绝 奇怪 乌克兰不是听说已经四五百万人 跑到隔壁国家去了吗 那也没被灭绝啊 这是我觉得真的是有点扯啦 然后还有还有人们他又在讲说什么什么 要那个因为这一次是俄罗斯去打乌克兰嘛 这个要之后要召开什么纽伦堡国际大审啊 像当初审判那个纳粹那些头头一样 什么纽伦堡大审喔 那个有必要吗 当年日本德国他们是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 所以才会扭伦堡大审欸 欸 请问一下 这一次的俄乌战争是世界大战吗 好像也不是啊 那有种族灭绝吗 好像也没有 那收复个小村庄呢 然后就说什么乌克兰赢了 搞不清楚啊 这媒体都乱搞 乱搞 我跟你讲就乱搞啊 所以你就选择性的听听就好了 那我是建议你就是 因为战争因素还没有结束 加上我测试给你写的 今天有差不多99间的学校停班或停课 停班或停课 有些是细所一班两班停 有的是整个学校就停了 那你像我们住文山区的嘛 四星大学全部都远距去教学啊 所以那个市场啊 昨天晚上市场夜市就没有人了 因为学生都要躲在宿舍啊 所以你要去想喔 一定会有一些压力 就是我们在操作股票的时候 会有压力嘛 一定会有的 可是那种是有点无形的 对不对 其实我们讲一句比较难听的 就像我之前讲的 我们不是怕确诊 因为它那个传染力那么强 但我们不是怕确诊 我们是怕连带害到周围的同事啊 家人啊 要被集中检疫嘛 要被关起来嘛 就是这样而已嘛 其实我们怕的是这个啊 所以你要去想 你真正怕的是什么 这个大盘今天拉回 你怎么看嘛 对不对 你看后来你要卖股票啊 可是观众朋友你今天有卖股票吗 对啊 这是很直接的回答喔 很多投资朋友 就在我们line上面 只是问说 阿老师我觉得今天这个盘 接下来清明节变盘 应该那个 清明节已经过去了 不要在那边判断賽 我觉得那都是很会判断 对不对 不要再去理清明节嘛 接下来就端午节了嘛 最先看到的也是母亲节嘛 是不是 你不要去想这么多嘛 这是什么一个节 什么节气转折 我跟你讲那一套 五六年前用 十年前用 还有效用 现在根本就没有效用 谁管你清明节 清明节就放假 清明节 整天在那边炒便盘 没有用嘛 所以你要去想的是 像我就这样跟你举例 99间学校停班停课 对不对 那这个会造成我们心里面 就是投资人心里面无形的压力嘛 就像战争还没结束一样 他就是会有一个压力在那边 那怎么做释放 你觉得后世可能比较没把握 可能你就要解码 你像我们今天台肥拉上去 我们就解码嘛 我们就解码啊 75买了77可不可以卖 可以卖啊 为什么不可以卖 价格不错啊 就卖一点嘛 先卖掉嘛 那拉回再看看啊 这就拉回再看看嘛 所以我觉得就是说你自己 程度上面你自己做调整 因为绝大多数的投资朋友 他并不是我们的会员 他只是说那我看看你怎么讲 对不对 好啦那今天开低 拉高之后 好啦那你要拆K线是不是 哎呀这边跳下去之后会弹上来 这边跳下去之后会不会继续再弹上来 有可能嘛 也是有可能嘛 那有没有机会一路大展 可能这边就是在整理 可能这边就是在整理 所以这边我还是在告诉你 就是四月份开始 已经进入第二季了 那你第二季之后你要做什么 我一直跟你讲说 第二季你先不要管外资怎么样 外资最近的手法很奇怪 很像今天大跌对不对 今天指数跌100多点 他卖了269亿 他今天卖了269亿 但是你要去看喔 第二季投信要买什么嘛 对不对 那我就跟你讲嘛 有些东西我就不要敏讲 你可以刷我们的QR Code 那我们就不要麻烦助理 你要你就拿 你如果说我还是要买资源 资源今天还是红的 我还是要买台胜科 我还是要买创委 还是要买元泰 还是要买智勤 那我先跟你讲先不要嘛 对不对 有几个产业我上个礼拜 我就跟你讲 他们选股的条件一定不会买这些 包含什么 滴润 面板 PA三雄 就是稳帽 全新红蝶科 然后再细晶元 这四个产业他们绝对不会买 他们绝对不会买 那你不相信你可以把 K线图打出来看嘛 你像 你像华邦店就好了 华邦店最近在破底 那为什么破底 你看投信 投信在狂砍 这投信在卖啊 对不对 那卖到什么程度 卖到他之前买的全部卖掉 连本带利全部卖掉 对不对 208的南雅科也是啊 南雅科破底啊 那你还在买吗 他之前追高之后 他这边跌下来 他也是停损耶 投资朋友 你从这种大型股 你就可以看到说 连投信都在停损 他买错他还是停损 他买错他还是停损 你像友达就好了 面板我刚也跟你讲 友达不要买嘛 对不对 你看友达他在卖啊 我知道啊 他有减资又配喜啊 我知道啊 那重点是什么 重点是我们想要知道的是 接下来他的布局有没有改变嘛 很像他之前 第一季买了这么多资源 买了那么多创委 买那么多元泰 他的加码空间其实不大 投资朋友 就像你今天看到金融股 今天大涨快2% 1%半 对不对 他 你知道他之前第一季 他就开始默默布局 买什么 买台器 买玉山金 买兆锋金 包含第一金 这张银 他们都有在买 他们都有在买 你看2886 你看 你光投信 他这第一档就开始买啦 人家还在买嘛 一路买啊 他没有卖啊 没有卖你就一路爆嘛 不是说 兆锋金多好多好多好 不是啊 他看到的是升息 第二季肯定 美国联组还要升息嘛 对不对 那有些股票他就是 开始一直布局 一直布局 一直布局 在他没有停止布局的情况下 他可能就是会卖一些 他之前赚很多的 甚至他有些布局错误 他在停损 对不对 像一些细菌原股票 讲一句比较难听的 这你还买喔 人家都停损了 这你还要买 这个就不要讲了啊 本来就一路杀了啊 这中美金一路杀 你问我说有没有反弹 有啊 这边有反弹啊 你不要走 你不要走 那就继续下来啊 那破底是刚好而已啊 你就不要去赌 我跟你讲有些股票你就不要去赌 你像今天有些股票上来 你有拿到资料的你就知道嘛 对不对 今天台肥冬奖是不是很强 是嘛 对不对 检测的那几支股票 我早上在line上面也跟你讲啊 可是你要听吗 你不要啊 你就看到啊 亚诺法好厉害 哇 保莲父亲也好厉害 哇 泰伯好像也很厉害 对 对不对 你现在都发现好厉害 那其实我们上礼拜就跟你讲啊 上礼拜就有人拿到啊 就资料就开始送啊 对不对 所以有些东西就是 啊老师啊上礼拜 上礼拜那个长龙涨 今天跌下来跌下来就跌下来啊 你去看他今天长龙国际的 那个改选董事 你知道发生什么事吗 没事嘛 大哥是对的 大哥又赢了 所以我就跟你讲 外面那个一堆消息 阻碍你 阻碍你继续报的理由 你自己都没办法说服自己嘛 所以我就跟你讲 今天开盘一度跌破月均线跟年均线 那尾盘就是收回去了嘛 尾盘收回去的 今天就是看台积电跟联发科 联发科早上855嘛 对不对 台积电早上低点也收上来了嘛 所以整体卖压到最后只剩下3万张啊 还买还买还大于卖 剩下3万多张啊 所以我跟你讲 本来卖压三四十万张的变成翻证 变成翻证 所以我说喔 其实放假前卖压就已经出炉了 那今天就是做震荡整理而已 反映一下这长假期间喔 这个通膨跟那个战争的阴影 但是我跟你讲喔 可以这边有前赚是因为 散户现在不肯进来 而且都在观望 所以你现在持股要胜选 你现在攻克就是这个 那持股要胜选 那也许你说老实说我喜欢看外资的进出啊 或是自营商的进出 没有关系 我跟你讲我比较注重什么 我比较注重这些投信 因为投信他们进出要写报告 对不对 你像早上我跟你点那个神准 阿有没有很准 你要不要听而已啊 对不对 我前两天跟你讲的同志 这股票超跌了 起涨第一天 第二天 震荡两天你不理我 今天又涨停 这样30%耶 还是有钱赚 当然我们没有每一组会员买 但是我是跟你讲 还是有钱赚 就看你怎么做 看你怎么做 因为超跌股票跌到底了嘛 跌到底了 人家一个反转上来 可能就30% 就30%你就看到就30% 好不好 那时间关系我们先进广告 有需要的 跟我们的线上助理做联系 那如果说你只是想参考一下 或是怎么的 手机拿出来 把QR Code刷一下 OK 我们先进广告 再回来现场先 帮您翻转您的人生 您的财富 翻转专线 02-8511-3366 02-8511-3366 投资这条路是孤独的 投资这条道路是辛苦的 尽心思考 20年来坚守专业与热忱 似乎不够 总想着能为投资者多做些什么 你们就是我们的支柱 你们就是我们的动力 用心去关心每一个股市投资者 顶页头顾全心照顾 02-8511-3366 02-8511-3366 站起算三公尺以内范围穿越道路喔 遵守行人路权 路口大家安全 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欢迎您再回到现场投资的朋友 今天盘拉回我觉得是个好事 不知道你觉得怎么样 因为我个人觉得是放假前 其实卖押就已经消化差不多了 今天跌个100点 我觉得差不多差不多 差不多差不多 那你说老师那接下来 什么什么大行情 我说你先不要想这么多 除非战争就立刻做结束 否则我整天看那个哲伦司机在那边演 在那边什么一下又种族灭绝 什么什么胡乱指控一通 什么什么今天就要加入什么北约 我说你也帮帮忙啊 所以有时候演得太夸张之后 大家就觉得变成一个笑话 那到底是谁害这乌克兰的人民水深火热 那不就是这些人 对不对 普丁是战犯没错啊 我会觉得他是战犯 那拜登呢 拜登好像也是战犯 不是犯人的犯 是贩售的犯 他因为战争 他在卖东西嘛 卖天然气 卖美国的石油 对不对 卖美国的武器 对不对 卖的爽爽爽爽 美国的农产品 你知道那个玉米大豆 这两年拜托 中国大陆买喔 中国大陆不理他 现在变热销 我跟你讲 这一次搞一个区域型战争 最爽的就是美国 什么都捞到了 对不对 上至军火工业 下至农业 全部都大赚 全部都大赚 那事实的真相是什么 给我们台湾老百姓看到什么 对不对 还我们那个小绿绿还在喊抗中保台 抗中真的能保台吗 你看折轮司机 你看乌克兰的下场 我跟你讲很多东西我们就听听而已 当然你有股票有问题 我是会跟你讲 但是就是说你不愿意处理 那就算了 你没有心就不要浪费时间 你浪費大家的时间 但是有人他是真心想要老师帮他处理 有些人他只是问问看 问问看你就先拼一下 对不对 你像早上我有讲元金啊 元金是不是投信再买 对不对 投信买到这边来 这边买一波这边又买 他还没有赚嘛 那我说这些股票的好话对不对 我哪知道啊 我跟你讲我放在里面 你要不要看 你不要看啊 十之九之涨 你也被骂 对不对 他说没有涨停啊 你要涨停给我看啊 什么什么什么 我干嘛社会不要给你看 我是告诉你法人要买什么 这样就好了 你要不要信那在于你嘛 对不对 对不对 那到底 五月份到底会升席机嘛 不知道啊 连准会主席也不知道他下一步要升席机嘛 那你是各分行理事出来投票的啊 不是他一个人说了算了 你不要搞错了 很多东西就是 你不要搞错了 不是我说了算 对不对 我个人说了算 不是 我只能跟你分析一个趋势啊 对不对 你说啊老师他九十九间学校停课 所以我觉得这台湾疫情怎么样 我说啊 你光看他今天公布281个本土案例 我就不相信了 我从头到尾就不相信 这些人在演你知道吗 那五人小组在演 我就看到你们怎么演 你给我公布288 我还可能点点头有可能 281 不可能 因为我们不可能像大陆那边封城啊 然后 一个礼拜以内 你验三次 每个人要验三次 哇 那个一定抓得到嘛 对不对 那一定抓得到 那我们不是啊 想验就去验 想验就去排队 有的还要自费 对不对 大意愿怎么会高 而且验出来万一中的话 还要连累亲朋好友周遭同事 算了吧 听听就好了啦 什么防疫新生活 你就继续听他们抗中保台那些小绿绿讲 我是没差啦 我这些政治人物我都不相信 政治人物讲的话 你听听就好了 我最喜欢的政策就是 他们告诉我们 水电不用钱 加油不用钱 或者是什么 那个不用缴税了 那我就支持他 我一定支持他 这种不管他提什么政策 我一定支持他 因为对我有利嘛 不然他们现在讲的 通通对我不利啊 特别我怎么知道你讲正在讲的 你相信美国爸爸 我还觉得美国人都立志当头 他们眼睛除了利益之外 就只有利益 这才是正常的啦 老师你有卖股票 这才是正常的 老师又过高了 你真的卖太早 你还追吗 今天剩下65 还追 你还要追 你还要追 底部可以买你不买 涨上去你就拼命追 然后就在那边耍无赖 说什么 老师我跟你说怎么样 没有叫你不要追吗 没有跟你说要卖吗 有卖你也希望怎么样 我们就只是证明说我们有卖而已啊 我没有说我会卖最高点 对不对 你今天我也是卖啊 我说会员朋友挂77出 对不对 有来到777啊 我没有卖最高点啊 但是我就是获利先卖一趟 我要的是实实在在会员有赚钱 我要的是会员实实在在有赚钱 我不需要去争那个有的没有的虚名嘛 没必要啊 对不对 今天很多股票涨停板啊 你看今天有多少老师 拿涨停板的股票出来炫 好棒我的得为啊 老师我跟你说我的黄昌啊 我的传奇快变传奇了 传真来传奇 还是你要学那个威尔史密斯我是传奇 他演了一部片叫我是传奇啊 那你想变成传奇是不是 那就传奇啊 高兴就好了 你高兴就好了 你到时候你不要什么什么 我跟你说都怎么样怎么样 所以怎么样怎么样 哪有什么什么 因为所以怎么样 所以你就怎么样 你好可怜 没有 我跟你讲没有 大家做股票 思想成熟一点 把自己程度拉高 现在大家怕的就是本土疫情 然后就是通膨问题 再来就是战争还没结束嘛 对不对 其实那个无形的压力是有的 是有的 当然我们的官员都会说 现在疫情不严重啊怎么样 对啊 好多人都被隔离啊 我就说不严重吗 好像蛮严重的 对不对 好像蛮严重的 我放了四天假 我也才出去一天跟人家一起吃饭 那还是没办法的 对不对 之前很早之前就约好了 对啊 没必要我们不要出门啊 躲在家里面啊 对不对 看看电视啊 妈妈小孩子啊 帮小孩子复习功课啊 都不完耶 对不对 也是可以过日子啊 好 啊接下来怎么做嘛 对不对 你可以预约啊 对不对 你可以打电话来要啊 我都没有 我都没有说怎么样怎么样啊 我说你可以打来要 参考看看嘛 对不对 老师啊那个 同志今天要涨停 明天可不可以追 对啊 我就知道你要问什么 同志今天涨停 那还要不要追 啊五个交易日 三支掌停板 你觉得还要不要追 换我问你啊 这很多东西就 换个问法 我们把问题还给你的时候 你就说 嗯对齁 五个交易日 三支掌停板 你觉得要不要追 那等会去 我们明天见啦 本公司 本公司于所推介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审慎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